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心吧,在陆公馆就检查了好几遍,肯定都带齐了 忙活这么久,总算是快入住了 忙活动 我是在期待 姐姐 那太好了,既然这样 入住那天我们干脆在家办个庆祝会吧 没错,就我们两个人 不用太隆重 我们可以互相赠送小礼物 然后拍些照片 把入住第一天记录下来 对了 也别出去吃了 我让人送晚餐来 到时候我们坐在阳台 一边欣赏风景 一边共进晚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嗯,这几幅还不错 我们带去新家吧 嗯,这几幅还不错 先放在这儿吧 之后我让温辰装表好后收起来 先放在这儿吧 之后我让温辰装表好后收起来 嗯,这个呀 这个呀 离话完还早 到时候再说吧 先别管那个了 说点正事 来看看这个 嗯,我简单设计了一下 这间屋采光特别好 我设计成了卧室 再把真面墙改成玻璃幕墙 这样视野开阔 一眼就能看到外面的景色 不论清晨还是落日 我们都不会错过 然后使衣帽间和卧室相连 用隐形门隔断 这样既保留了卧室的完整性 又很方便 还有书房 我想过了 我们总是遇到 得在家里处理工作的情况 所以就在这儿摆上书桌吧 晚上工作间隙 一抬头 就能看见窗外的月亮 心情也会放松很多 笑什么呀 那现在替我说了这么多 你觉得怎么样 卧室的设计已经很精巧了 我担心再往阳台添置物品 会显得复杂 不如画繁为简 怎么了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哦 既然这样 要不然 你来改改设计稿 把它完善成你想要的样子 是啊 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我不想让你将就 要是有什么问题 我们再一起解决 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 聊天 番号 我不是担心那个 算了 这事不急 我们先上楼吧 今天的任务还不少 卧室和衣帽间都得收尾 书房也没整理完 那你玩得不开心吗 好好好 我答应你 今天绝不捣乱 我答应你 我知道你最近在焦虑阳台的事 所以就帮你分担一些别的 走吧 进去看看 都是以前的东西 你怎么像第一次见到一样 啊 你现在才觉得真实吗 我们可是准备好一阵子了 是吗 哪放松啊 我看你还有一大半心思放在阳台上呢 跟我说说吧 到底是什么在困扰你 我看你还有一阵子 我看你还有一阵子 原来是在纠结这个 我倒有一个办法 说不定能帮你想明白 原本打算用来装饰房间 没想到真派上用场了 把我的办法告诉你啊 以前缺买灵感的时候 我会试着用不同的方式来做画 不止呢 画法 绘画工具 参考物的选取 总之 尽可能和以往做出差别 举个例子吧 先帮我把袖子挽起来 最简单的 以手指为画笔 把皮肤当作画纸 不是是怎么知道 可不是谁都有机会 在我身上做画的 你要好好把握 来吧 来吧 Background 原来 被人在身体上画画是这种感觉啊 有点 奇妙 别光顾着说话 继续 羊 我以前在肥冷脆的时候 尝试过人体彩绘 当鲜亮图案 在人体变为流动的色彩 仿佛也拥有了生命的时候 我作为创作者 也会因此激发出灵感 是不是和现在的情况 有些类似啊 我刚才能遇到你呢 是啊 现在作为背话的那一方 因为不知道最后会在我的皮肤上看到 怎样的效果 所以在期待和想象中 我也会被激起创作欲望 怎么停手了 该不会是被我这一番感目给唬住了吧 重要的是在绘画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什么 而不是结果 再说不管画得怎么样 都只有我能看到 你就大胆地继续吧 这花还挺生动的 什么 你是说加入一些动态的元素 那倒是可以试试流水景观一类的东西 我让人送谢过来 我们选一选 还是有点痒 知道了 这就去 别光顾着我 你的衣服也弄脏了 快去换一件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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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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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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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